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经典的或者典型的肺炎的改变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的发烧和咳嗽都只是肺炎的症状之一 所以有些孩子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 或者是免疫力低下或者是病情重的孩子 他可以不出现发烧只有咳嗽 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 我们要注意当他有剧烈的咳嗽 频繁的咳嗽或者长时间的咳嗽 尽管没有发烧 也要警惕肺炎的这种可能性 建议及时的带到医院找医生就诊 明确有没有肺炎 不要紧紧考虑到孩子没有发烧 病情就没有多重 而延误了治疗 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接下来 如果答案 你不过来 媳妇 可 蜴嗽 男子 都没不开 咳嗽 夺